张子怡主演《将园》弄影发轰动,传张子峰押过杨幂赵丽颖出演《女二》。 传闻张子峰在《将园农》中半途出山,抢了《女二》。 赵丽颖作为女似的演技还不如杨幂。 虽然现在的影视作品喜欢提前宣传造势,但从线上阵容,到路透开拍,再到官宣阵容, 档期设定,各种消息都让人瞩目,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电影《焦远向》炒得这么火。 事实上,《焦远向》这部电影本来可以很容易获得关注。 原著小说《扣人心弦》,《扣人心弦》的故事,再加上大导演陈可欣, 著名女演员张子怡,光有这三个要素就可以让她成为电影界的新片。 脱颖而出。 但制作组和导演并不满足,想要用豪华的演员阵容来出演。 这也很常见。 如今哪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部是星光翼翼, 但是这部电影的阵容太豪华了, 聚集了太多实力派演员和明星, 尤其是配角的女演员, 吸引了杨幂和杨幂两位著名的高流量戏剧明星。 赵丽颖。 从一开始,就在娱乐八卦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粉丝争论不休。 热度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和女主角张子怡, 达到了推动流量明星炒作的效果。 然而电影一再炒作明星阵容, 却依然含糊其词,让人有些反感。 从筹备到开拍再到杀青, 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演员阵容。 除了陈可欣和张子怡之外, 其他的都不太确定。 谣言越传越离谱。 比如在男演员方面, 雷佳音出演男主角的传闻一直没有改变。 雷佳音近年来在影视圈的走红也是可以理解的。 男主角由搭档张子怡饰演。 哪怕是给女主角当配角, 也还是不错的。 但此前传闻陈腾、易阳千玺、朱一龙、 李宪、范伟、王传军等将出演该片。 人气明星,影帝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至于女演员,没有那么多豪华明星, 但杨幂和赵丽颖这些在各种网剧中担任职业女主角的人演配角已经足够了。 而且,两人的先后顺序也一直存在争议, 粉丝们陷入了僵持状态。 吉安,炒作正在升温,声音太大了。 没想到,江源农被传译杀清, 阵容尚未正式公布,但风波却不断连依。 据网上传闻, 2024年香港国际影视展节目公布了陈可欣导演的新片胶原像的阵容。 参与演员包括张子怡、 雷佳音、易阳千玺、张子峰、范伟、 王传军、杨幂、赵丽颖。 演员顺序以官方公布为准。 看到这个在线阵容又是一个惊喜。 除张子怡外, 雷佳音、易阳千玺、 王传军、李宪、 朱一龙等人均未出现, 这与某网站列出的主演阵容有所不同。 近日, 将员弄得演员阵容再次成为话题焦点, 特别是有关张子怡、张子峰、杨幂和赵丽颖的角色分配引发了一场热议。 据传闻, 张子峰将在剧中扮演女二号, 而张子怡的角色也备受关注。 首先, 关于张子怡的加盟, 她一直以来都是被受瞩目的演员, 她的加入无疑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 张子怡的演技深受观众认可, 她对角色的把握和情感表达都极为出色, 相信她会为剧中的角色注入新的活力和深度。 其次, 张子峰的出演也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讨论。 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演员, 张子峰在过去的作品中展现出了不俗的演技, 她的加盟也让人对剧集的质量充满期待。 能够在《将员弄》中扮演女二号, 对她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相信她会为角色带来惊喜。 与此同时, 杨幂和赵丽颖作为剧集的重要角色, 也备受瞩目。 两位实力派女演员的表现一直都备受好评, 她们的加盟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 她们的角色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也让观众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总的来说, 《将员弄》的演员阵容堪称强大, 每位演员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演技。 相信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 这部剧将会呈现出一幅精彩分成的画面, 给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冠具体验。 期待着剧集的播出, 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并支持这部备受关注的作品。 王一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连说了八个不要, 下一秒笑得好甜。 巴黎时装周余味未尽, 王一博效应持续这么久, 居然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事, 让人好奇的同时, 还有点兴奋, 每天都有新鲜的王一博, 能不让人开心吗? 近日有位博主放出了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 香奈儿秀场中的采访过程, 王一博不知道团队跟他说了什么, 让他连说了八个不要, 看完画面后, 很多人都好奇, 这是发生了什么? 看到王一博嘴巴说着不要不要的样子, 急得像个复读机的一幕, 貌似真的好可爱, 结果自己刚说完不要, 下一秒, 卡洛林走了过来, 他立马微笑示意, 突然笑了起来, 没办法, 他一笑, 那就是甜到人的心坎里, 真有被这一幕给可爱道, 这样子的反差, 在王一博这里着实被吸引了, 怎么可以这么萌? 他不笑那就是冷, 他着急起来原来会这么激动, 真性情一览无余, 小嘴巴巴一直会重复, 突然想起来这阶五六总决赛, 人家想要把话筒给他, 他一听, 连忙说快拿走, 拿走, 身体抗拒, 嘴巴不停说, 身体也会跟着拒绝, 还有在天天向上中, 导演安排让他戴猫耳朵, 他一听一脸的不情愿, 连续说了三四遍, 我一定要戴吗? 无奈还是乖乖的听话戴上了猫耳朵, 想想都好笑, 他是看着不搞笑, 可是总会有搞笑的事在他身上发生, 让人看了都笑出猪叫来的那种, 想到志足盛典的时候, 王一博在总编刘冲陪伴的船上, 岸上的人看到王一博, 都想让船停下来, 跟他聊一会, 当时王一博着实有点害羞的感觉, 场面也是很尴尬, 结果下一秒, 他就说了一句, 快话, 直接上了热搜, 这么直接的一男生, 岂会让人不喜欢, 就喜欢他这种干脆, 王一博向来很直接, 很多人都说生活中他不做作, 也从不喜欢说一些假话, 因为他嫌麻烦, 其实看王一博采访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喜欢的话题, 会滔滔不绝, 不熟悉的, 严谨一概, 话说回来, 到底团队跟他说了什么? 让他连说八个不要, 想必是一些为难他的事, 自然会有这么一幕, 可是看到王一博的反应, 如此真实, 很多人说, 他就是这样, 毫不掩饰, 的确如此, 不喜欢的就会很直接地表达, 人家问他什么, 他也会很实诚地回答, 能否说超过五个字, 他说, 也可以有吧, 他还是挺会冷幽默的, 这主要分场合跟情景, 这次的巴黎时装周, 果然是物料丰盛, 持续不断, 余温都快持续一周了, 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王一博的热度你不得不佩服,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怎么办, 就是这么有个性, 不要不要, 还能突突突说七八次, 这是急成啥样子了, 看多了, 感觉他在撒娇, 有没有呢? 题外话, 各位小伙伴们, 王一博大男主新剧长风破浪即将上线, 央视八套上星播出, 同步在爱奇艺更新, 金融小白逆袭成商界的精英, 摩托大军们关心的点, 其实有点搞笑, 很在乎小会计怎么在剧中打架, 还在乎小会计会不会带着我们赚钱, 果然年轻人的脑洞不一般,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啊, 近日王一博的代言很有意思, 左手相奈而宠上天, 右手猛恶强势争宠, 才让王一博直接迎来牌面上的至高待遇, 全球推送这张东方面孔, 很给我们国人争光的一次出镜, 一位欣赏王一博的人, 他给足了我们情绪价值, 本人不混粉圈, 也请不要拿别人来对标, 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看到的王一博, 哪怕没什么流量, 我依旧保持自己风格, 自娱自乐, 感谢各位的尊重。 最近王一博的言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他的一些发言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 像Shinnell这样的顶级品牌对他青睐有加, 而其他竞争者也在争相角逐, 这种情况下, 王一博直接享受到了最高水平的待遇。 这对于一个演艺界的新星来说, 无疑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王一博的言论如此真实而有趣,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所成就, 而且在言谈举止中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采。 在一次采访中, 他连续说了八个不要, 接着又笑得非常甜美, 这样的反差展现了他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对于世界来说, 王一博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娱乐界的一大亮点。 他不仅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活力和朝气, 更是将中国文化和魅力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 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和实力, 为中国娱乐事业增添了新的光彩。 总的来说, 王一博的近期言论和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他的个性魅力和才华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也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我们期待他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言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